大家好,欢迎来到火焰新闻线 一人工作室制作不易 希望大家可以加入我的YouTube会员 11月28日 普京在世界俄罗斯人民委员会上发表了 关于俄罗斯身份认同的长篇演讲 公开宣扬大俄罗斯思想 认为有责任统一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 俄罗斯总统普京在11月28日的演讲中 重申了俄罗斯身份认同的两部分概念 俄罗斯民族据称包括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是俄罗斯身份认同的核心 一个更广阔的俄罗斯世界 包括现代俄罗斯和前苏联和俄罗斯帝国领土上的 其他费东斯拉夫民族 普京重申了他之前的错误主张 即俄罗斯民族和人民是由俄罗斯人 白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组成的 这些人在苏联解体期间和之后 由于政策失误而被人为的和暴力的分裂 他认为俄罗斯有责任统一这个俄罗斯民族 我相信听了他这个最新演讲 乌克兰人更坚定了誓死抵抗俄罗斯 妄图全部吞并乌克兰的决心 而被普京提到的 作为俄罗斯民族整体一部分的白俄罗斯人 正下的瑟瑟发抖 如果有人还听不懂普京说什么 我稍微翻译的更直白一点 普京的意思是说 俄罗斯人 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原本是一家人 由于苏联解体人为分裂成了三个国家 现在俄罗斯有责任 重新将三个国家统一在一起 这才是他武力入侵乌克兰的真实意图 至于什么阻止北约东扩之类的借口 本来就是一块欺骗国际舆论的遮羞布 普京多次公开私下这块遮羞布 比如他之前说过 他要施法彼得大帝 为俄罗斯开疆拓土 他还说 俄罗斯的军力抵达哪里 哪里就是俄罗斯的边界 这样赤裸裸违背国际法则的言论 也能公开说出口 不得不说 普京确实有魄力 一副我是流氓 我怕谁的满狠嘴脸 霸气侧漏 难怪许多俄罗斯人和无数亲俄人士 为普京疯狂 可惜 普京口气比利其大 俄罗斯想武力征服乌克兰 白俄罗斯 重新恢复苏联版图 铁定指示痴心妄想 国际社会绝不允许俄罗斯胡作非为 11月28日 一位俄罗斯内部人士称 俄罗斯当局又拘留了至少三名 与50亿卢布贿赂案有关的 莫斯科联邦安全局雇员 俄罗斯官场 包括军队内部极其腐败 这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的战争潜力 同时也是号称世界第二军事强国的俄军 在乌克兰战场上 表现令人大跌眼镜的一个主要原因 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 布达诺夫中将的妻子 布达诺瓦 11月28日传出疑似重金属中毒 紧急送院接受治疗 乌克兰媒体称 布达诺瓦体内含有日常生活或军事中 都不会接触到的重金属痕迹 毒物的存在可能表明 有人蓄意投毒 另有几名乌军情局雇员 正在接受疑似中毒治疗 事件发生后 基辅警方以谋杀未遂展开调查 布达诺瓦目前状况已些许转好 并完成了低阶段的治疗 鉴于布达诺夫中将是俄方的眼中钉 肉中刺 而且他手下特工 已经暗杀包括毒死了大量俄罗斯军方人员 炸死多名卖力鼓吹 武力吞并乌克兰的俄罗斯著名喉舌 因此合理推测 使俄方情报部门策划了对布达诺夫中将身边人员的报复行动 这件事只会加深乌克兰高层对俄罗斯的仇恨与警惕 坚定他们在战场上彻底打败俄罗斯的决心 说回战况 俄乌战争进入第644天 过去24小时 俄军依然不顾恶劣天气 持续对乌军阵地发动人肉进攻 俄军人员和装备损失极为惊人 单日死亡过千人 双方接触线几乎没有变化 当地时间11月28日 俄国防部发布战报称 俄军当天在酷皮扬斯克 莱曼 顿涅茨克等多个方向 击退乌军多次进攻 摧毁了乌军无人机训练中心 雷达机站等目标 并利用防空系统拦截了多枚海马斯火箭弹和多架无人机 同一天 乌总参谋部发布的战报显示 在过去24小时内 乌军继续在多个方向与俄军展开机站 乌空军与导弹部队一道 打击了俄军防空系统 指挥所 电子战系统等目标 过去24小时 俄军疯狂向乌克兰各地城市 发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 绝大多数被乌防空部队拦截 恶劣天气 加上俄军突袭 导致乌多地一些社区临时停电 但绝大多数12小时内能恢复供电 这主要得益于乌克兰防空力量 比去年大幅提升 到目前为止 俄军对乌大规模无人机和导弹攻击 并没有对乌克兰城市基础设施 造成重大打击 巴赫木特前线 过去24小时 双方顶着风冒雪打了28场 北翼 比尔西夫卡附近有小规模冲突 但没有特别值得一提的事情 南翼 俄军在冰天雪地里 向克里斯奇夫卡 安德里夫卡一线疯狂进攻 但没有什么收获 库九米夫卡方向 乌军开始进攻 梅尔斯沟沟村 这是今年5月来的第一次 阿富迪夫卡前线 在北端 这两天 斯特波维的战斗非常激烈 俄罗斯人损失惨重 最终被迫退到铁路线 这一点已经得到 俄乌双方军事博主的确认 不过俄罗斯人说他们 是为了寻找更好的防守位置 过去24小时 俄罗斯人再次从东部和东南部 向斯特波维发动攻击 并且从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向Tugmash度假村 调派增援部队 恶劣的天气 无疑给俄罗斯的物流带来了问题 克拉斯诺霍里夫卡 和铁路线之间的空旷田野的物流 直接暴露在乌克兰的无人机和炮火下 不采取措施的话 俄罗斯人铁路以外的轮换和补给 将会越来越变得困难 焦化场方向将近两个月了 俄军未能取得任何进展 阿富迪夫卡焦化场 曾经是欧洲最大的焦化场 也是二氧化碳的大量排放者 由十几个75米 烟囱和大量输送机 提升机 分类机和废物处理机 以及占地近70公顷的重型熔炉组成 后者几乎全部由铸铁合缸 以及重型混凝土制成 俄罗斯人现在缺乏他们在2022年 将亚素钢铁厂炸成废墟的炮火和弹药 在这里寸不难以 但如果他们不夺取焦化场 夺取阿富迪夫卡就会很困难 扎堆方向 俄罗斯人污水处理厂的过滤战以南 取得进展后 现在正在试图向园艺站拓展 东南部 不少博主都证实了这里的乌克兰部队的撤退 但是俄罗斯人却没有能够快速继续在东南部工业区的亚西诺瓦茨基向推进 因为后面的乌克兰阵地的炮火阻止了他们 西南部一直是俄罗斯人最头疼的战区 乌克兰59旅稳稳地在这里守了将近两个月 今天的地理位置显示 乌克兰人袭击了沃迪亚内村以北 这意味着俄罗斯人已经从塞纳维内村撤退到沃迪亚内上方的森林地带 这是一场足以载入史册的战斗 到目前为止 俄军的伤亡已经超过了巴赫木特 乌军队FPV无人机的使用 成为阻止俄罗斯机械化部队的主要武器类型之一 当然俄军仍然没有放弃 一位乌军无人机操作员吐槽说 他们在这里的损失大的惊人 但他们仍然在爬呀爬 这可能是乌军统帅部唯一的失误之处 他们错误地估计了生命对于俄罗斯的重要程度 通过大量杀伤来迫使俄军认输的战略失败了 第一年薄河前线 过去24小时 乌克兰向克林基东部的森林纵身推进了一公里 并且逼近了M14公路转弯处 与此同时 俄军第61海军陆战旅和第177海军陆战旅 对克林基村内的乌克兰阵地发起重大攻击 据现场报道 乌克兰士兵成功击退了所有进攻 并摧毁了俄军数量轮式装甲车 根据公开的消息 目前左岸的乌军不足千人 而负责这个防区的俄军 岸部队满员推算 则可能高达19000人 但乌军第36海军陆战队的勇士们 在幽暗炮火和无人机的支持下 不仅巩固了站稳了脚跟 还在不断扩大地盘 创造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霍尔利夫卡前线 在西北郊游 加加林矿以北的废料堆和采石场附近 阵地作战行动仍在继续 乌军在先前占领的阵地上 巩固了阵地 并继续击退敌人的进攻 在东部 库尼尔街道地区 双方正在激烈交战 乌军已逼近了PDN定居点 乌军似乎已经向这里增兵了 是82旅还是93旅 暂时不得而知 昨天网上一些人宣称 乌军已经切断了 阿富迪夫卡俄军的后勤不及 这是不对的 实际上 霍尔利夫卡是阿富迪夫卡 北翼俄军的后勤枢纽 以及物资和人员的集散地 二者之间原本有两条路线相连 但其中一条 本更加安全的路线上的一座桥梁 上个月被乌克兰游机队 和特种部队给炸毁了 现在 由于乌军加强了对霍尔利夫卡 和顿涅茨克式的炮击 对第二条线路的运输 产生了削弱和干扰 总体而言 乌军的战术是非常成功的 目前霍尔利夫卡和地涅伯和左岸 都属于战略地位比较高 但俄军的防守比较薄弱的点 乌军在这里发力 很可能会得到巨大的收获 俄乌战争爆发第645天 乌克兰总参谋部公布过去24小时 俄军战损如下 1140名俄军死亡 累计死亡32.76万人 俄军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1比1 摧毁俄军15辆坦克 27辆装甲车 3套防空系统 3套火箭发射系统 46辆油罐车和后勤重载车辆 8套特种设备32门火炮39架无人机 两枚导弹 本人综合各方面信息粗略估算 乌军阵亡官兵约7.7万人 伤残与阵亡人数比例约为2比1 另有超过2万名乌克兰平民遇难 路透社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京已经签署了预算计划草案 该草案此前已经得到了俄罗斯国家杜马 和俄罗斯联邦委员会的同意 正式批准大幅增加军事开支 俄罗斯政府2024年财政预算的40% 将用于军队和军工综合体 根据报道看 俄罗斯政府明年的财政收入 预计将达到35.1万亿卢布 俄罗斯军队和军工综合体 获得的预算支持 则将达到10.775万亿卢布 这是苏联解体后 俄罗斯军事开始首次达到 预算总支出的三分之一 相比2023年的6.8万亿卢布军事开支 高出70% 是2022年4.7万亿卢布军事开支的2.3倍 更是2021年3.5万亿军事开支的三倍 值得注意的是 这还仅仅是军事开支 还没包括同样重要 也同样惊人的安全开支 不过 这一雄心勃勃的预算法案 是建立在对高油价的假设之上的 也就是明年的油价必须大幅提升 问题关键就在这里 即便是一切都按照克里姆林宫的预想 明年油价会大幅提升 西方尤其是七国集团 是否会允许俄罗斯 按照市场价格出售能源 如果不能如克里姆林宫所愿 那么为了弥补恐怖的财政赤字 克里姆林宫将被迫大幅加税 尤其是营业税并削减民生开支 这对克里姆林宫的支持率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相比之下 乌克兰的军事开支同样惊人 当然这是相对的 乌克兰和俄罗斯 在经济体量上完全不是一个级别 按照今年9月份 就已通过的2024年预算草案 乌克兰政府明年的预算总收入 为1.768万亿格里夫纳 支出预计为3.35万亿格里夫纳 军事开支预计将占到预算支出的一半以上 如果俄乌两方都没有变化的话 乌克兰明年的军事预算将为俄罗斯的40%左右 当然乌克兰跟俄罗斯很不一样 俄罗斯虽然也可以从伊朗等国获得军事支持 但这些军事支持基本可以确定是拿真金白银或高端军事技术换来的 乌克兰背后则有几十个国家向其提供无偿援助 包括经济援助 人道主义援助和军事援助 欧盟就不必说了 美国作为乌克兰最大的军事援助来源国 一直发挥着巨大作用 按照众议长迈克·约翰逊的说法 在圣诞节前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美国国会极可能通过对乌克兰的援助草案 数额约为600亿美元 这个数额距离白宫要求的1060亿美元还差得很远 而且需要民主党在边境保护法案等方面做出妥协 但考虑到美国对乌克兰的援助主要是军事援助 600亿美元也不算少 更别说还有数额增加的可能 与此同时 白宫和民主党也在积极努力 劝说反对援助乌克兰的共和党议员们 援助乌克兰不仅符合美国的安全利益 也符合美国的经济利益 按照美国总统拜登在国会的讲话 援助乌克兰的资金最终其实还是让美国人 尤其是让制造业得益 诸如宾夕法尼亚州已经从原污资金中获得了23.64亿美元 该州有三名国会议员反对原污 德克萨斯州获得14.5亿美元用于炮弹生产 该州有18名议员反对原污 亚利桑那州有三名议员反对原污 但也获得了21.96亿美元的投资 用路透社的说法 亚利桑那 宾夕法尼亚 阿肯瑟 威斯康星等州的军工企业是对乌军员大赢家 另有至少25个州的军工企业合计获得180亿美元订单 很多人并不清楚 美国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中 大部分资金其实都是用在了美国 美国政府只是将军队库存的装备和弹药送给了乌克兰 还支出了运输费用和对乌克兰军队的训练费用 而大头则是补充这些装备和弹药 这些订单当然大多数都交给了美国制造业 同时相关企业还获得了政府拨款帮助增加产能 用拜登话说 这么好的事为什么还要反对呢 当然 受益的不仅仅是美国制造业 美国的盟国同样从中受益 五角大楼拨款几十亿美元 支持盟国提升军工产能 尤其是大口径炮弹产能 更不要说直接从盟国采购武器弹药 直接送往乌克兰 仅以最新发生的是举例 按照希腊每日新闻报的报道 美国和希腊两国政府正在就购买希腊库存的 7万5千发炮弹援助乌克兰进行谈判 这笔交易价值约4700万美元 包括5万发105毫米口径炮弹 2万发155毫米口径炮弹 和5千发203毫米口径炮弹 价钱不贵 但这不仅会密切美国和希腊两国关系 更重要的是 希腊将成为美国军工业重要一环 不仅得到来自五角大楼的订单 还可能成为五角大楼产能提升计划的 直接受益者 这可都是数以亿计的美元 除了提供武器弹药 还得帮助乌克兰军队训练更多士兵 在克里姆林宫不在乎前线损失的情况下 就必须用更高水平的军队来对抗俄罗斯军队的消耗战 按照法新社的最新报道 欧盟已决定将训练乌克兰士兵的费用增加4倍以上 达到2.551元 欧盟已经训练了34000名乌克兰军人 预计很快将达到4万人 但这还远远不够 所有人都意识到了 乌克兰赢了 领土和主权得以完整 欧洲 世界都无需担心 如果俄罗斯赢了 那可就不堪设想了 谈判是不可能的 那就只能打了 看谁先顶不住 俄罗斯和乌克兰两国巨额支出 又承受巨大人员损失 西方则只需要掏钱 而且相比其巨大经济体量 还是一笔小钱 没有比这更划算的买卖了 就看那些阻止者是否能想通了 据彭博社报道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 11月16日在基辅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称 莫斯科正在酝酿一项 旨在引发乌克兰政变的虚假信息计划 麦等三 据乌克兰情报部门和国际合作伙伴提供的信息 该计划旨在分裂乌克兰社会 制造混乱并导致乌克兰总统被推翻 泽连斯基总统表示 俄罗斯正试图在乌克兰社会内部制造分裂和混乱 在试图制造假信息 显示乌克兰军事和政治领导层之间不和的深度造假之后 泽伦斯基指出 俄罗斯发起了一场虚假信息活动 旨在煽动混乱并推翻现有乌克兰政府和他本人 11月7日晚 社交网络上出现了两段影片 据称扎鲁日尼将泽连斯基称为叛徒 并敦促军队向基辅进军 这些影片后来被发现是深度伪造的 是俄罗斯特种行动的一部分 据新闻媒体Babel报道 11月7日晚上8点33分 第一个与斯勒斯尼合作的迪菲出现在俄罗斯Telegram频道RadioTruka上 其要点是 泽连斯基消灭了扎鲁日尼的助手 然后把他也杀掉 把乌克兰交给普京 据称反攻失败是因为泽连斯基 乌克兰人被敦促前往独立广场 军队被要求放弃阵地并向基辅进军 第二段影片稍后在凌晨2点16分 由Truka巴塞罗纳电报频道分享 在这段假影片中 斯勒斯尼声称媒体正如预期的那样 将他的呼吁贴上了深度造假和俄罗斯宣传的标签 这两个频道与乌克兰同名频道网络Truka无关 11月7日晚早些时候 欧洲团结派议员弗拉基米尔·阿里耶夫 在Facebook上写道 国防部长鲁斯泰姆·乌梅罗夫 要求总统解除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司令瓦列里 扎鲁日内的职务 20分钟后 该医院删除了该帖子 称其为错误 之后 我们再次看到人民公普党的高层 要求扎鲁日尼辞职 该党发言人迅速站出来说 这个仅代表他个人的言论 事情现在并没有结束 我们会看到有更多的奇特事件出现 乌克兰内务核通讯部代表 安德里·切尔尼亚克表示 俄罗斯本次信息行动的目的是煽动敌意 加剧乌克兰国内矛盾散布恐惧和恐慌 乌克兰戈尔发言人说 俄罗斯以拨款15亿美元用于反乌克兰信息运动麦当三 是自2014年以来 俄罗斯针对乌克兰最昂贵的信息化特种行动 目前 这个计划正在开展 我们已经从国际媒体 周边国家氛围 以及乌克兰国内动荡 包括暗杀毒杀行动上看到了 比较有趣的是 麦当三 这个名字源自麦当 后者指的是2004年和2013至2014年 在基辅首都中央广场发生的抗议活动 导致时任总统维克多亚努科维奇被推翻 今天俄罗斯人用麦当命名自己的行动 颇有些讽刺意味 我想他们可能忘了他的真正意义 就让我们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麦当纪念日上的讲话 来提醒提醒他们吧 年复一年 一步一个脚印 我们尽一切努力确保我们的星星 在欧盟旗帜上的星圈中闪耀 而欧盟旗帜 象征着欧洲人民的自由和团结 二十年前 这是一个浪漫的梦想 十年前 这是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 今天 这是一个现实 再也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止我们前进的步伐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可以的话希望你可以帮我点赞订阅 有什么意见都可以留言分享 谢谢你的收看 明天和大家再见